因為他平常跟我 我們每個禮拜都會出去 我們兩個 他們兩個從韓菲出生到現在 他沒有讓韓菲離開那麼遠過 而且你看我的臉書 我們每個禮拜 對不起 韓家有女初長成 王中平&余皓然的18歲女兒韓菲 20號搭乘長榮班機前往加拿大 就讀多倫多大學人文學科 這送機有洋蔥 我看妳行李其實不多 但蠻重的 沒有帶什麼電鍋那些 沒有沒有沒有 只帶了一個加濕器 對對對 原本溜冰鞋要帶 沒有要濕器 為什麼 因為加拿大比較乾燥 所以 我們也在想好就是說 我們都已經打了第一季了 我們在期待說 如果說第二季打了 然後到時候也許 過去會不用隔離 只要回台灣隔離十四天的話 就比較方便過去看 他覺得要出去念書 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他這一個月都是睡在我旁邊的地上 然後鋪了一個薄薄的被子 昨天晚上半夜醒過來 然後我去上廁所 我就站在那邊看了他 看了他 想要把他 接下來 要很久時間沒看到的 就把他 一次看得夠 有哭哭嗎 沒有 我很堅強 真的嗎 我其實很兩難 因為其實 就要哭 其實知道他 確定他想要出去的時候 就已經很難過了 一直很掙扎 因為 因為 畢竟 我總覺得 我看不到他 我也是很 那個 但是呢 他有這個能力 而且他也很出色的 然後 然後能夠去追尋他的夢想 所以我不能那麼自私 我其實 一直在做自己的整個 但是因為 看到他一個人要帶著 那麼多的行李 那麼瘦小的身體 帶著那麼大的吉他 覺得 覺得還是很捨不得 因為他平常跟我 我們每個禮拜 都會出去 我們兩個 他們兩個 從韓菲出生到現在 他沒有讓韓菲離開那麼多 讓他們兩個 而且看我的臉書 我們 每個禮拜 對不起 每個禮拜都會 在一起 然後我就跟他說 媽媽不在你身邊 你還是要 好好照顧自己 因為平常我在他旁邊 我會幫他 搭理很多事 那18歲 我覺得能夠去獨立 非常好 當然是會覺得很 不習慣 然後很捨不得 當然 他到昨天晚上還跟我說 他說我決定要出去 是不是做錯決定了 我說你不用想那麼多 我反而比較平常心 因為我覺得就是 他18歲出去 又不是說去 好幾十年 就是 而且半年就可以回來 對不對 就是有放假都 其實都可以回來 所以我其實不會太那麼 他只會這一天一直講說 我們家以後剩三個人 我們家以後剩三個人 因為我妹妹有時候會跟我 會玩 吵鬧 有時候怕太安靜了 會怕不習慣 會擔心害怕面對新的環境嗎 擔心是會有啊 但是我覺得 凡事就盡力嘛 然後樂觀一點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音樂嘛 所以我希望可以多結交一些 也喜歡音樂的朋友 然後可以一起 到時候可以一起玩音樂 一起合作這樣子 你們兩個有沒有提面命什麼事情 因為教男友 他目前為止是還沒教過 但媽媽比較開明 媽媽說出去外面 可以多交一些朋友 多交朋友 多交朋友 然後有不錯的話 一定要先給我看照片 我來幫你分析一下這個人好不好 我26歲 我現在沒有辦法